故事的开头 是几个半大小子在河边玩耍 其中有两个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的 另外一个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 开始往河里走 两个孩子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就抢到身前想拦住他 那个孩子说河里有条大鱼 他要下去抓 在他看来 河水里扶着一条一尺多长的大鲤鱼 一动不动的在等他过去 可另外两个孩子却什么也没看到 他像着了魔一样 猛地甩开那两个孩子 冲进了河里 河水蹚到其腰身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 因为大鲤鱼不见了 河里什么都没有 那两个孩子追上来 把他拖上了岸 都觉得他的行为有些奇怪 三个孩子离开后 那条大鲤鱼又出现了 他游到了岸边 变成了水鬼 爬上了岸 他显得有些失落和懊悔 有人从身后走来 打断了他的情绪 来的是小黑 他们认识 两人把吃喝摆好后 碰了杯 小黑的酒量明显不幸 脊罐下肚 舌头就屡不直了 小黑开始数落起水鬼 错过了几次抓踢身的机会 包括看见大鲤鱼的孩子 都应该被淹死的 而每错过一次机会 就要再等三年 做水鬼的滋味 可不是好受的 小黑半睡半醒之际 透露了一个信息给水鬼 很明显是想帮他一把 做水鬼多惨哪 白天日照如万剑穿心 夜间冷如钢锥刺骨 别说我没关照你啊 三天后 那边桥上有个女人会落水而死 谢谢黑先生 三天之后 下起了雨 还真就有一个 穿着宽大雨劈的女人 要过河 她神色紧张 为啥咱就不知道了 小桥上积了很多水 还长有青苔 尽管女人走得很小心 可还是脚下一花 扑通一声 跌进了河里 小黑和大白 早就等在一旁了 小黑因为朋友要解脱 显得有些兴奋 而大白则一言不发 这让小黑觉得不安 她预感到 事情不会像她想的那样发展 果然 女人爬上了岸 从河里伸出一双手 却不是拉她下水 而是把她推到了岸上 小黑知道 又是水鬼不忍心 可那女人阳寿已尽啊 等女人上岸后 她才发现 女人雨劈下 还抱着一个婴儿 她这才明白 水鬼是为了什么 女人抱着孩子过勒河 捡了一条命 小黑一番好意被辜负了 大骂水鬼 水鬼只是坐在那里 冲着她傻笑 小黑气急败坏的 无功而返 看来 她还得再为这位憨憨朋友 继续奔波呀 雷洋 大骂水鬼 这本挺在追凑掉 大骂水鬼 很坏 小黑气 矩这迷孙 骂水鬼